小米聊天, 最近方丈大師, 人稱達明一派, 其中一位很重要的成員 其實網上轉載了很久, 終於結集成書, 最近有簽名會, 那本書叫《方丈尋根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到30號都會有簽書會, 你可以和我拍照聊天 平安夜的下午, 我就不跑馬, 去叫會一會劉爾達先生 因為在我心目中的劉爾達先生, 很多人都覺得他神神怪怪, 很古靈精怪 當然我每個人的性格, 我們很難說他是什麼人 但是以我, 都叫做, 這麼喜歡聽歌, 當然我不是什麼專家, 純粹是一個普通樂迷 我們由86年, 那年世界杯之後, 留意到一隊樂隊叫達明一派 那時80年代, 中打後就很多這些所謂的樂隊出現 因為有家事霸, 那些什麼樂隊冠軍, 太極, 有達明一派 那年很多所謂, 即是達明一派不是樂隊組合 總之有很多樂隊組合, 威達士, BEYOND 只要有幾隊, 然後有些什麼小島 然後BEYOND學期, 以前五個人, 劉志遠出了, 搞了一隊好像叫做 搞了那隊叫做什麼, 我一時忘記了, 他出了去搞的 浮世潰好像叫做, 浮世潰 當年很多樂隊, 或者組合很多, 草猛, 都是樂隊組合很多 當然, 各處都有勇敢的, 很多人都喜歡 BEYOND 今天都還在海虎天空, 成為香港神歌 我比較喜歡聽電子音樂, 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聽電子音樂 搖滾都沒有那麼喜歡, 不好意思, 我可能不懂 我不是很樂於怒 所以小時候聽過, 很快就聽到《大明一派》 《大明一派》當然, 第一次聽是繼續追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八六年 我記得, 最後黃耀明做一部電影叫做《戀愛貴子》 好像潘元良導演那一部電影, 這個也是神劇 這部電影好不好看見仁見智, 但裡面有幾個歌 這部電影叫做《戀明一派2》 如果網上查到《戀明一派2》 叫做《戀明一派2》 一, 可能是那一部電影 以前大家很重視, 最重要是出電影 有時候幾首歌都有人買 第一首歌是四首歌 接著是《Kiss Me Goodbye》 《戀愛季節》 繼續追尋很多歌 已經叫做《站路頭角》 你會覺得這隊樂隊挺有趣的 兩個都很酷的 那時候很酷的性格 留意到最後所有的形象都因為 他去拍周星馳的電影 他拍電影, 你才覺得 那天是角色扮演 黃耀明也拍過電影 我記得一部電影 金燕子還是什麼 他都拍過電影 那時候你會覺得這隊組合很酷 那些歌很特別 你不要理會他們的歌 有些人批評 曾經說過《戴國》有抄 《五中英》 那些歌是很特別的 很別墅一次的 到第二點就起曬了 那些歌叫石頭記 即是紅樓棚 詩詩點點計算 偏偏相差大遠 鬥鬥轉轉 那時候樂隊或組合 大部份都是一個人 一個組合 曾經一段時間 一個填詞都填滿了 但大部份都是那些填的 大明一派就是陳少奇 太極的欣慧 威達是林直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Beyond自己填滿了 後來是劉卓輝幫忙 以前是很其次先鳴的 那些人 後來大明一派後期 有潘元良 再後期有林正強 潘元良 開頭大部份都是陳少奇填滿了 當然陳少奇和方丈 劉爾達的故事 你可以買一本書看看 我這樣說 雖然這本書 很多人都跟我說 550元本 我這樣說 很多人都覺得 為什麼這麼貴 但我這樣想 當是 對80年代 一個致敬 大家就算節衣縮食 都應該買這本書 支持劉爾達先生 你說 值不值 沒有說值不值 它又不是一個金器 它又不是一個 所謂的那些 Bitcoin 它那些 那些模擬貨幣 你怎樣怎樣 你值不值 只不過我認為 人生去到這個年代 浪費幾百元 買自己的開心 我記得 我覺得是 需要的 我很喜歡 我特別喜歡 這次 明明跑馬 我都不跑 都要去匯一匯 原來這個荔枝國 香港工 所謂的 香港工業中心 我都想不到 裡面原來是一當書店 想不到 所以你說 那套書店還要做幾帥 做出來的款式 很特別 很正的 那套書店的感覺 大哥也在簽名 因為我八年前 這個 2004年 我有機會 因為這個 樂壇老前輩 何重立 當年是一個音樂台的老總 何重立 你去搜尋他 何重立 先安排了 那時候我曾經 給我一個機會 做DJ 播歌 當然我們這些爛聲 播歌 是虧卓的 老闆不喜歡 有機會訪問過劉爾達先生 八年前 八年前 我想他應該是低潮期 他離開了黃耀明之後 有復合 又搞過演唱會 2018年 港台獲金針獎 其實不太久 2018年 都是四年前 四五年前 年尾的 金針獎 就是四年前 他曾經又找了 大陸的叫做路 是吧 樂雨路 是 自己有出過幾個碟 我就買了一隻 麻木 這碟 很高水準 有炮嫂唱幾首歌 互陪惠 如果你不經常說炮嫂 就是炮嫂 你在TVB 是沒有表現的 又不是得罪說一句 毫無表現 胡培惠根本是甚麼人 除了你知 他是善男文 善男文的老婆 你甚麼都不知道 其實他唱歌 其實不差 尤其是 這些點叫麻木 其實坊間不難買 因為這些點好像日本版作出過 其實要買這些點 聽聽 接著我又買了一個叫水底樂園 樂雨路 本來我本來也想 以前我上去買 為什麼沒有買到 現在很難買 這隻樂雨路反而難買 可能要買炒價才買到 我買了兩隻給他簽名 本來我還有黑膠 不是說謊 有石頭記 李華愛 我全部的黑膠都有 然後CD我買 不是說謊 但限於我老婆 把那些點什麼 放在某些位置 那我家裡很小 就是這個住屋問題 昨晚他有張海報要賣 因為我家裡也沒有地方 我肯定整潮他沒有賣 都沒有意思 不理由 因為有幫襯他買 買他那件T恤 當是一個對八九十年代 我們正直 叫做青少年 我不敢說反叛 但一定是我最 叫做最 接收能力最強的年代 聽到一對答 八年前我訪問過他 在數碼電台 我都訪問過他 當年我都這樣說 他至少做些電子東西 當年他八十年代很厲害 八十年代譚明倫都很厲害 當然你現在聽到下面 不要緊 他譚明倫去到暴風女神 之後都其實都不是那麼 即沒什麼東西玩 接著就遇到劉爾達邦做了幾首歌 就是《第一滴淚》 我沒有記錯那首叫《刺客》 刺客就沒有聽過譚明倫唱的歌 很棒 當年我小時候還要把刺客去remix 真的很棒 當然大家都承認 昨天我都說回這件事 達嫂馬上說 不要說 不是很喜歡再說譚明倫 即是不要再說譚明倫 不過我認為這個歷史 證明達哥很厲害 這本書為什麼要值五百五十元呢 不是貴的 裡面有一隻碟 他說用了一年時間 能夠出到很難得 不過當然阿達哥說 他現在信了諸耶穌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上帝安排 所以能夠出到這本書 我都感恩 因為他們是我們年代的人 不知為何特別包容 不知為何 除非你做了壞事 做了壞事 哪些人我不說 開名字 大家自己對好合作 那些我們不喜歡 不論你張學榮 各方面我們永世都會難忘 胡彥芳 是吧 他們走了 未走那些何必不支持 老實說 真心有新之年 有沒有機會再聽到達嫂馬 其實很微 好像黃耀明最近在台灣開演唱會 黃耀明會不會回來香港呢 因為黃耀明好像跟政治掛了 其實是不是跟他有關係 那就留在後世人來討論 對與錯 是吧 我們聽音樂而已 我們需要這麼複雜 我們聽音樂其實很簡單 最重要是聽好的音樂 最近見到他 阿達哥 我見到余曾幫他 就是他最近做了鐵索 余曾和張淑萍這些響當當人物 都 就是 幫他宣傳 那點裡面有余曾的獨白 我又覺得 都原來 余曾我 我不認識他 就是響當當 就是很多奇聞 但是 你會覺得 就算怎樣都 人間有情 是吧 劉爾達老實說 很多 你對現在九十後來講 千禧後來講 千禧後來講 千禧後都不知道誰叫劉爾達 可能只是說 你傻佬來的 只是說 不知道他的本領 現在這個年代 看電視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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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們阿達哥 永遠都做一些很好笑 那個角色很奇特 是吧 但是 你不知道原來 本領暗強 那時候 兩個人統領 你看看那本書 說 怎樣 由一人 怎樣 跟達明一派 找到黃耀明唱歌 又有陳少奇 為什麼會寫填詞 這本書其實很詳盡 大家看看這個歷史 跟著他出的歌 他那幾首歌 由86年的達明一派 移到90年 那首神經 裡面這123出了六隻碟 那六隻碟 都是我認為 都是很有水準的唱片 或者CD 我想現在要買不難 因為全部是復刻版 尤其是本領暗強 很喜歡出復刻版 出到你不相信 我想現在他知道 他看到劉爾達的細 出回來 我想遲些又出的了 另外再買那隻麻木 如果你對音樂 所謂叫做研究 不如研究一下他們 你又要買 不要買精選 有可能就買逐個復刻版 我認為是這樣 我很喜歡 當然我們即食就是精選 近年是精選 但是呢 我喜歡買 以前買不起的 就買回復刻版 什麼厲害的碟 研究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 裡面會有十隻歌 或者十一隻歌 或者 70年代有十二隻歌 為什麼會有十隻歌 為什麼會安排十隻歌 你會覺得很特別 我們的年代就是這樣 現在可能 現在的演變又不同了 玩法 現在的演變就是比較 所謂 的曲 我不知道現在 現在的歌就不知為什麼 是難入耳一些 不知為什麼 不知為什麼 可能人老了 接收新事物差了 以前的人肯創新 現在的事物就要恩秦 舊事物 我們不就搞那麼多 可能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可能另外我亂說 但是 我認為那個年代 就是應該是 那個玩法 跟以前真的不同了 真的跟以前不同了 就是 可能是這件事 我認為 我想主要就是 那個年代真的變了 就是不同了 現在 我不敢說別人現在的歌不認真 但是好像 可能 那個年代是 醞釀著革命的變 可能突然會有一個歌聲會大爆 就是 等於現在你鏡仔 那個熱潮是以前沒有試過 是怎樣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達哥會不會再給鏡仔唱 如果有的話 都挺有趣的 這個組合 當然我昨天問了他 他說什麼時候下集 他就回答了我 很有趣的一句說話 這個神的安排 一說到這些 我當然不敢回答 神的安排 很複雜 我不敢亂說話 八年前 八年後 他跟我一樣 對比的照片 都是大家都這麼肥 但是他帶來 我 那四五年 就算你裝模作樣也好 你都會覺得 曾經聽過他的歌 你覺得自己好像聲哩一樣 就是感覺就是這件事 你會覺得很厲害 你不會覺得好像很簡單 當然 你可能有人不喜歡達平一派 沒有所謂的 其實都是一個黃金時代的軟變 那你說現在有沒有這些樂隊都有的 那你也有很多樂隊 有很多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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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是每個人 有一個喜好的年代都不同 那我特別 我看到他很開心 我剛剛看到他 接下來就是六十歲 我其實不太老了 他只是六十歲 原來他 他原來是熟套的 希望未來這一年 他繼續身體健康 多些想法 多些創意 我想 我們這一代 因為我昨天見到 就是星期二十四號 那天見到一個哥哥 很激動 見到他 我打算我誇張 原來比我更加誇張的人 都有 他誇張的不是演戲 真的很感動 我看到那個哥哥 他當年就是他啟發他 我絕對相信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讀書 沒有互聯網 沒有世界 是真的聽歌的 比我想像中是簡單的 所以 是令人特別感動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或者你知不知道誰的留意大 但絕對不是笑片的那個留意大 如果有興趣 或者浪費你少少錢 這個聖誕節 買一份聖誕禮物 不如買這本書 叫做《方丈陳根基》 看看當年 講的音樂 或者他裡面加上一首CD 你就聽聽劉爾納的曲風 你喜不喜歡 或者你再想進一步了解他 就買他的唱片聽聽 就是做人要多層次一點 我想大家會舒服一點 好嗎 那麼 今天小米聊天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和小米聊天